就是它的芋頭呢 裡面是有一點點甜甜的 但是它的餅 外面又炸的有點酥酥 鹹香 鹹香的感覺 唉唷 好好吃喔 很特別的吃法 欸 他們料給的超有誠意的耶 它原本是長這樣的 就是很美 上面有米茶 我們是米茶杯 對 比較古早味的 然後還有紅豆 紅豆是老闆他們自己種的 趕快 你同鄉的喔 吃一下還沒同鄉 紅豆跟米茶的這個 萬丹的 對 萬丹 好消暑喔 你看它的配料其實很簡單 它就是黑糖 然後紅豆 然後放一點米茶 可是這麼簡單的東西 它吃起來真的好好吃 好有回憶喔 米茶如果說它稍微放了一下嘛 你吃了它就很像那種糖水的味道 可是你如果這樣它還沒有融下去 之後吃了 口感又不一樣 味道不一樣 對 所以你在吃的過程中 口感會漸漸的轉變 超過的 我這個是牛奶 這個 雪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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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紅豆 欸 這個是你夏天的第一碗冰 對 今年夏天第一碗 你看 妮莎是很了解我 好好珍惜 哇 好歹喔 它腿角有一個曖昧的味道 因為一般我們吃到的雪花冰啊 它的顆粒我覺得是比較粗的 它這個也是顧名之利 真的像雪花 細緻 很細緻 然後呢 重點是它的牛奶味特濃 超濃 超濃 被牛奶冬直了 是 然後那個奶香會配合那個紅豆 因為它的紅豆是煮的 謝謝 真的很厲害 來來來 這個你看就知道 因為它煮的是一顆一顆的 然後完全沒有呼吸 對 因為最怕吃到呼吸 對 然後這兩個加起來那個顆粒感 加上那個綿密的感覺 夏天第一碗也是我最後一碗 欸 這樣太少了 搞不好你吃兩碗了 就是我之後不會再吃別的冰了 真的假的 如果有抓到我的話 走下坡 檢舉 走下坡 好 也一句 好 檢舉啊 你再吃第二碗冰 我從這個角度看 其實很少看到紅豆都是 立立分明耶 就是真的是一大顆一大顆 一般都會炒糖啊 或是什麼 那種像豆沙的樣子 可是它這隻真的很大顆 而且重點是它不甜啦 沒有那麼甜的樣子 這家店很厲害 它還有賣炸牛排 欸 它還有鹹食食 不好意思 這不是炸牛排 超像 你自己看 這超像炸牛排耶 這個是芋頭餅 芋頭餅 為什麼它跟冰可以這麼搭啊 它這個就是它的芋頭呢 裡面是有一點點甜甜的 但是它的餅外面又炸得 有點酥酥 鹹香 鹹香的感覺 好好吃喔 好特別的吃吧 這樣就會變成這樣吃啊 對 雪花冰 它的皮外面是很脆的那一種 對 特別適合沾冰吃 更好吃一定要沾 因為牛奶跟芋頭又是絕配的 我宣布 這個一定要一起點 這個一定要點一起吃 而且也是你最後一碗冰的 這個價錢 不是 它沒有什麼 它撐住了 它不行 它等一下晚上就會去買 有一種熟冰冰的概念喔 但是還有一個冬天一定要吃 什麼 就是因為我覺得我們拍很多餐廳 它總是有些菜單都是媽媽做給小孩吃 哦 我們這家甜點一樣 紅豆麻糬餅 也是爸爸做給剛剛那個小女孩吃的 還沒耶 還沒做的 還沒做的 這是你最喜歡的點心是不是 對 哦 真的 你最多可以吃幾口 你全部都可以吃掉 你小小一個可以吃這麼多 它還可以熟 這證明是剛出爐的 對啊 很燙 大文先給你 不要 你先幫我接 你幫我接 很燙 你這麼燙 你現在要吃我來講 你很燙 妹妹妳有打過網球嗎 怎麼那麼燙 這隔著子都好燙 真的 這個好燙 不要 超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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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知道高雄的夏天有多熱嗎 這就是人情味 謝謝 太自熱了 老闆這個紅豆 因為是自己種的 它是完全可以去發揮這個紅豆所有的特性 所以它不管是做成這種粒粒分明的紅豆粒 或者是沙 都超好吃的 對 我覺得這個餅也真的是來了 一定要給 因為它跟外面吃到的紅豆餅 味道完全不一樣 不輸給那種 江浙菜那種豆沙鍋餅的感覺 我覺得蠻厲害 所以這一家店 真的有沒有讓你 回到照你時代的感覺 絕對有 這種甜蜜的感覺 除了初戀之外 找不到了 你跟男生吃冰是 很談戀愛的回憶 沒有 我剛剛跟男生吃冰是跟你吃 什麼意思 你在揪我嗎 你不怪我 我剛剛吃一塊餅丟來丟去 我沒有那個意思 很炙熱的回憶 好 這一段差不多 Yeah Yeah 很棒 很棒